第三轮测试实际上是一个伤口处理的方式测试 我们先准备好道具 我们现在模拟的就是 如果一旦被您家的宠物抓伤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 伤口可不浅 已经流血了 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自己的伤口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也就意味着也是有感染狂犬病病毒的高危风险的 来 小关 第一位 好好做 向你学习 弄伤了 你想怎么弄呢 我会首先把它清理干净 就是用水和肥皂 要保证它上面没有一些泥土之类的东西 在清理干净之后 再用棉签 沾着这个是蝙蝠 用蝙蝠擦拭伤口的位置 这可是你自己的胳膊呀 我自己胳膊我也这么对待 说实话 常理来讲 我就最后贴个窗口贴就行了 受了伤之后 如果出血的话呢 我觉得第一个动作是要把挤 挤挤挤 要把那些受伤的血我会挤掉它 就血比较脏 对对对 要把脏的血挤过来 完了呢 我会用肥皂来多洗几遍 我总觉得它这个伤口啊 脏 我会拿这个肥皂多洗几遍 清洗它 清洗完了以后呢 点伏是周围啊 把它把它去去去去 消毒 消毒一下 清理 清理完了以后呢 如果这种伤口 就我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呢 不管我家里是不是打完 这个狂犬疫苗的这个宠物啊 我依然会去医院 我会听医生来判断 我自己该不该鼓一针 我和张晶姐是一样的 我也先会挤 如果出血的话 我会把这个伤口 都先把残血挤一挤 挤到那种鲜血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三道 我这种矿泉水瓶 我起码得冲个三瓶吧 就是彻底给它冲 冲洗得有点泛白 到没了为止 对 然后冲完了 用清水冲完了以后呢 我不会用点酒 我会用这个酒精年球 因为我觉得酒精年球 好像消毒能力比它们俩更强 从味道上 然后就把它们 在伤口上轻轻地都擦过 一直会给它们擦到 这个卫生棉球上 就是不会再有血迹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用这个 酒精棉球再擦了 我会用纱布把它包上 就简单地 按照这个伤口的大小 然后这样简单地包一下 然后我的这只手 就会放在底下 按住这个下面了 然后我就直接可以去医院 也是去医院了 对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 平常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伤口 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就是会 用那个流动的水去冲洗 然后会用香皂 然后去清洗一下 如果要是有一点点破皮的 那种情况的话 也是会用这个点符 然后呢 会去擦这个伤口 但是会超过它的那个伤口 会大范围地这样去擦一下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处理了 就晾着了 对 就晾着了 那你会去医院吗 没去过 四位都已经展示完了 处理伤口的方式了 究竟谁存在着 感染狂犬病病毒的风险呢 那我们马上就公布 这一轮的测试结果 哎呀 哇 军军危险 小肠危险 小肠危险 四位全都存在着 高危的风险 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了吗 万万没想到 没有 哇 意外 挺意外 挺意外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所以啊 生活中处处有危险 对 所以危险在哪里呢 我们要请王主任 来给大家一一解释了 那您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是这样 他们普遍存的一个问题 就是冲洗的时间不够 没有冲洗 就意味着有危险吗 对 没有冲洗就危险 可是 我冲洗了呀 可是我已经把血挤掉了 我挤了大量 已经挤不出血的时候 我才会去开的笼头 挤血这个动作没变 这动作是肺的动作 肺的动作 肺的动作 肺呢 才得会加动你的损伤 这个动作没变 所以脑伤了以后 第一时间去冲 冲 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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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水是一克钟左右 可是我刚才冲没有 这么长时间 我一克钟啊 一克钟是15分钟啊 那是那是做不到 没有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要就15分钟 普通伤口不要那么长时间 普通伤口 您刚才说的 三瓶水就差不多 因为狂犬病太吓人 自死经疾病 而且病毒量 病毒的这个小啊 不容易冲出来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冲到最低限 冲完要消毒 消毒呢 用点制品消毒最好 一般来说不用酒精 酒精第一效果很差 第二个呢 它会降低伤口的感染 降低伤口的抵抗力 会增加感染风险 一般不用酒精 它不光是疼 它效果差 我们要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了 我们场上的四位嘉宾 究竟谁感染狂犬病 病毒的风险是最高的呢 会是谁呢 哇 大家看小关 小唐 小程 你们前面的红灯 都已经亮起来了 这是一盏警示的红灯 意味着你们都存在着感染狂犬病毒的高危风险 因为狂犬病是自主性疾病 我们应该每一步都做到完美 才有可能不得病 当然 三位最大的优势 优势在哪呢 我的养的宠物都是打过疫苗的 本身从根本上 后面处理都有瑕疵 不对 从根本上就不会得病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做的是 假的不是你家的狗 是你没有不清楚的 或是有风险的狗 你那种处理就不对了 所以咱们要想让大家远离 这个感染的风险的话 就像刚才小唐说的 哪怕我们之前没有做好 但最后的这一步防线 咱们再做不好的话 那真的就是彻底地崩溃了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真的特别地不太幸运 被小毛小狗抓伤咬伤 或者是被一些哺乳类的动物 咬伤之后 第一时间该怎么去处理 你处理好伤口 一定要到医院 第一处理伤口到医院 根据你以前打过疫苗 没打过疫苗 或者说你伤口的情况 我们要用一种被动免疫之剂 也叫蛋白 这个蛋白要不要用 医生会所有的搞这一行 医生他都知道 他会给你一个建议 蛋白是什么呢 蛋白是狂犬病的抗体 我们狂犬病都是抗原 抗体打到伤口周围以后 那个我们冲击是再好 表面的病毒冲掉了 但是那个病毒 渗到肌肉里的病毒 你是冲不掉的 那个病毒是打蛋白 打完蛋白以后 蛋白的伤口周围打 周围以后 它就那个周围浓度很高 那个抗体浓度很高 它会中和或者消灭 我们叫灭活 狂犬病病毒 甚至肉里的那个病毒 要灭活的 等同于是要打两种针 一种是狂犬病病毒的疫苗 一种是针对 狂犬病病毒的蛋白 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需要打疫苗了 什么样的情况下 疫苗和蛋白需要同时来注射 好 大家看一眼这个图 这个皮肤很厚的 放大了 直接在临床上这种情况 就是蹭了一个硬 就是蹭了个硬 没出血那种 就是一个稻子而已 一稻 一稻 一稻纻稻 或者一稻白稻 就是这种状态 那需要打针吗 要打针 打疫苗 好 再来看第三个阶段 这是第三种 第三种全层皮肤破了 一定记住 不要看那么厚 临床上见血就是 只要出血就是 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大家看 全层皮肤破了以后 这个病毒它往下渗 渗到脂肪里头 渗到肌肉里头 你第一时间冲起 表面的病毒能冲掉 但渗到里头的病毒 是冲不掉的 冲不掉 我这些病毒怎么降下来 怎么给它们发灭掉 那就先拿蛋白 打被动免疫之剂 叫狂犬病的被动免疫之剂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蛋白 这个蛋白可以把 那个到伤口里头的病毒 给它灭活掉 打完蛋白以后 接下来按疗程 注射破装狂犬病疫苗 这种情况就需要打两种了 一种是狂犬病的疫苗 一种是蛋白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错失了 另外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是这样 就是哪些人应该打蛋白 第一个呢 首先是三级伤口 前级是你以前没打过疫苗 以前只要你打过疫苗的 他因为体内有基于免疫 他那个产生抗力很快 就不需要打了 如果你第一次受伤 第一次你打疫苗 又是三级伤口 就要打 现在理解了 其实我相信任何一个 养宠物的人 首先他的目的和初衷 都是因为爱这个宠物 想保护这个宠物 然后使他能够成为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才去养他的 如果要是基于这个目的的话 我觉得首先就是 要对宠物负责 给他注射疫苗 尽量地去保护他 不受到一些其他 感染了这个狂犬病毒的 小动物的伤害 这个是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再更好地去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 健康了 才有能力去保护 更多的小生命